在《水浒传》中,108位好汉各有各的特点,各有各的长处,有的武艺高响,有的智谋超群,但要说最聪明的是谁,毫无疑问,是公孙盛。 公孙盛第一次出场是在《水浒传》第15回,那时朝盖无用等人正在家中谋划截取生辰刚之事,此时的公孙盛看到了机会,主动找到他们并加入其中,一起成功截取了生辰刚。 后来东窗事发,一行人被逼上梁山,朝盖取代王文当上了梁山之主,而公孙盛则当上了梁山的第三把手。 到此为止,公孙盛已经算是很风光了,在梁山地位很高,有钱有权,而且和朝盖关系很好。 正常来说,一直在梁山待下去对他来说是个很不错的选择,但没过多久,他却放弃了这一切,选择了主动离开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到来,那就是宋江。 宋江上梁山之后,朝盖为了还当初的救命之钱,便想把梁山之主的位子让给他。 宋江表面上不肯接受,只肯当二把手,但是刚当上二把手,他就把梁山所有好汉,分成了新老两个派系,明显是想与朝盖争权。 而新来的一群人显然比姚盖那群人强得多,这一切被公孙盛看在眼里,他明白宋江此人绝不简单。 于是,在宋江上梁山的三天后,他就找了借口离开了梁山。 再一次过起了自己的修道生活,最终得以善终。 可以说,无论是加入朝盖一伙,还是离开梁山,公孙盛的选择都是非常聪明的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销祖国。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流血,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起此时,他的回答惹人争议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回复彭云即可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